大家好,我是吉弦 跟您说这好久不录视频 我现在看这镜头都有点紧张 所以我这个录的要是磕巴什么的 您多担待 今儿这视频我也没写稿子 就是好多心里话憋了好长时间 您看从上次最后一次更新视频 到现在得有三个多月了 咱就好久不见 聊会天 一方面跟您报个平安 另一方面 有些事我觉得还是把它尽量说清楚 首先 我之前发生了什么特别让某些人愉快的事 咱就不想再重提了 但是这个事我做了两个承诺 一个就是说关于战争 俄乌战争 还是什么以色列 还是哪战争的事 咱就不提了 那玩意儿 哪句话咱也不知道 哪句话呀 外一是说的不对啊 再得罪了谁啊 然后再又不知道触犯了什么战争法律 就是少惹事啊 战争的事呢 就是如果你 我 就如果你待会儿听见外边 那么想的那个打雷呢 打雷呢 我们让天下雨 好吧 我在哪呢 不重要啊 我在哪不重要啊 好 战争这事呢 说明白吧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啊 就是 我怎么说呢 就是看见死人心里就难受 就不爱干这个 您细看我最开始 就是有些人呢 说实话我是谁 我怎么想其实真不重要 但是都是别人怎么说我怎么想的 我打一开始做这些事呢 就是我不想看到有人去死 我一直都说那个邻居家的那些个孩子们 他们是多无辜 你说他们是信哪个教啊 是信仰什么主义都没有 人就好好的做事作业 就房子就被炸了 这是我对战争的这个态度 不想看见死人了 好吧 这就说完了 第二个事呢 就是说 咱有些个就是特别的爱国的朋友 因为我这个前些日子 不是出了那些让某些人特别愉快的事啊 也有好多谣言 对吧 然后呢 我不是也说吗 就是你们这些个东西 这些个东西是怎么说呢 不正确的 这和事实不一样 对吧 你就是以官方的信息为准 官方也没说我什么谣言 说的都牙齿 真的 就我看他们的谣言 那个谣言里边 那个叫王极贤的人啊 我看着我都 我都觉得恶心 真的 就那跟我不是一码事啊 还一个那个谣言里边说的好多的事情 就是他最根本的原因在哪啊 就是不是我是什么 反贼汉奸啊 什么恨国党什么的 我真的觉得这事儿 有很深的误解 因为有人主动也跟我联系我 也联系我了 就是当时所谓那些个造谣传谣的人 我说我也给人一个台阶下 对吧 也不是说你这个怎么样 我要把你也扔到监狱里去 还告你 那滋味也不好受 然后呢 我们就愉快的 心平气和的吧 就是打个电话 沟通一下 然后人家呢 就是第一句话 就跟我说 朋友 虽然我与你政见不同 等等等等 但是怎么 我这一听这个 这个不对啊 这个所以我想给您解释一下 我没什么证件 您知道吗 就是 就不是说我 您这么想啊 整天喊着 喊打喊杀的啊 天灭那啥的啊 打倒那啥的 那不是我呀 我 我之前 我是不是一直念的都是党章宪法啊 都是你们那个共产主义宣言 我这就是认真地在那学习 然后我只是很多不解的事儿 对吧 还有个 就是我可能看到一些个现象呢 我觉得 我觉得我是在捍卫咱们国家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 对吧 中国是一个拥有言论自由的 民主的 法治的 宪政的国家 这没错 真的没错 你不能说这个有错 对吧 特别是爱国的朋友 所以在这点上 我跟你们没有太本质的冲突 当然人家后来教育我半天 说你不能这么说 你这么说不能挣钱啊 什么的 这可能是当时第三点 灯没电了 就这样 好嘞 那个灯现在充着亮了 咱接着说 刚才咱说这个关于所谓的这个政治立场啊 什么的这个东西 我真觉得没有这么深的误会 我自己也反思了一下 我这怎么就得罪这帮人了 可能就是 俄乌开战之初吧 我接受过这个所谓 所谓的某境外敌对势力的采访 我也没跟人家乱说什么 对吧 人家问我当时可能撤侨什么的事 咱这梁子可能就这么结的 对吧 咱就尽量把话说开 你们这个什么主意啊 什么的 我真的也没兴趣 也不想多参与 然后呢 特别是关于这个政治事件的这些事呢 好 咱惹不起 咱就尽量躲着 所以这是我自觉主动的啊 我就说 特别政治的事呢 我真的不想说了啊 至于什么时候革命吧 什么又又又推翻打倒谁 你们你们革你们的命 千万别带着我 好吧 就就不要再往里边去卷我了 那这也不能说 那也不想说 我还琢磨我这一年 说实话 什么都不说 觉得挺憋的 还是聊点什么 对吧 聊点什么 我再琢磨 你说说点什么玩意不犯错误呢 那个爱国那位朋友不是跟我说 你这个东西 你这么说是不能挣钱什么的 说实话 我这个东西呢 说了好多遍了 就不是指望 说录个视频啊 就发家致富了 对吧 所以呢 您看我这个呢 咱就心态放得比较平 对吧 我这个呢 就是跟您聊天 甭管我说什么的 绝对不构成什么教学呀 什么指导意见 好吧 就是你比如 咱就聊聊摄影 那咱不敢称老师 就是我喜欢这个 不是说聊生活吗 我这生活 你琢磨 我上大街上的生活吧 不太敢乱拍 说实话 真的是不太敢乱拍 你谁知道 哪位大爷 那就是个秘密警察 对吧 那又泄露人机密 这不合适 有的时候 你看着一个破 一个破车 这 万一人家就是什么 秘密军事武器呢 对吧 所以 那我的生活可能就剩下 爱好 那爱好呢 我琢磨 我几个爱好啊 AI 这玩意儿呢 太 不吃人家烟火了 我可能有时候也跟您聊聊 另外一个爱好呢 聊摄影 对吧 这一块呢 说实话 就是那些老物件 我打心里边 看着就喜欢 可能有关注我 这推特得知道 我这不出了以后吗 新讨论了好多作案工具 你看这台 特别漂亮的这玩意儿 1950年的 这个老苏联的苏维埃的作案工具 好吧 然后呢 这是 这叫Feed一代 这个呢 是Feed三代 我这还有好多这种玩意儿 都在后边了 回头呢 有功夫 咱们一期一期的慢慢讲 这块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 就是他这些东西 你不要跟我讲他的光学素质 玩这东西的人 你要没一个给你用那个数据 你要堆数据呢 咱有 佳能的那个 那个RF口的 501.2 那老贵的那镜头 那有 那数据 杠杠的 光学素养 几乎是完美 但是 看着就没劲了 这就跟人生一样 就一切走了都特别完美 一切都接近于完美 你会觉得平淡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的太多完美的东西了 你打开电视 打开那些制作精良的频道 那些被打磨的完美的人生 哎呀 一步一步的都是这么的完美 那真正的完美就是光学上啊 就是你眼睛看 你这个眼睛的结构 那就是最完美的光学结构 好吧 那么呢 我们就聊聊 那一代的老镜头 你们叫鹅头 其实呢 我觉得正规的叫法 应该叫苏头 都是苏联时期的 对吧 因为我在这地儿呢 之前也是苏联 所以我这儿呢 逃犯这些货 就比较容易 满的街都是 这最近就连任期 自己拆啊 自己去修 因为 你比如这颗头吧 昨天我拿这个 在达莎去 拍了一组视频 在我们刚见 刚认识那会儿 那个阿卡迪亚的海滩 哎 这颗头1950年问世的 这颗 这颗头 许联号的生产时期啊 大概就是 就是大约近那会儿 哎 你看这 这不是说我想提他 就是 那 怎么说呢 这一百年 中国你说 这这一百年以来啊 从三几年到现在 也不是到现在吧 到现在还行 从三几年到九几年 到苏联 整个苏联时期 咱们在工业上 好像也没 没造出什么 可能我不懂啊 你们懂 你们告诉 没造出什么太让人值得收藏的玩意儿 哎 这批的东西呢 特别经典 哎 那你可能说 我这个是不是又歌颂苏联的这个伟大工业的实力 客观的讲 那时候苏联的工业实力呢 也还行 但是啊 咱简单的就说一两句 他的历史啊 这批玩意儿啊 这不是说苏联多牛逼 这又跟着 还是跟战争离不开 那时候二战不是刚结束吗 啊 德国 纳粹德国打输了 然后呢 哎 最有名的相机厂商啊 莱卡 还有当时镜头厂商 蔡斯 哎 就 怎么说呢 当时不是这个伟大的斯大林他玩意儿去吗 一琢磨 吊着打烟 都一琢磨 哎 这玩意儿好啊 给他拿过来啊 哎 于是乎就有了什么呢 一系列的咱们现在说的额头啊 什么这个 这一代相机呢 这个系列啊 叫Feed 什么Zokery啊 什么当时的莫斯科瓦 都是 每一代的当时的这个相机啊 都 几乎是一比一的 致敬 现代话说 致敬了这当时的莱卡 这头还是挺有意思的 你看 这还是一个伸缩头 能看到吗 伸缩头 哎 这个对焦系统在这 哎 行 这个 这期视频呢 咱们不深聊这个镜头的事 一个就是跟您报个平安 还有聊聊 哎 以后想干嘛 这颗头呢 呃 195几年 大约近那年产的 对吧 放到今年 哎 这玩意儿怎么使 特别好玩 哎 我发现啊 就是 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 你还找着胶片呢 说实话 找 胶片倒是能找着 但是没必要了 哎 这个头呢 呃 这是L39 也叫M39 这是仿莱卡的吗 仿莱卡的39的头 哎 我给他加了个转接环啊 这个头呢 39的头是28.8毫米的这个法兰锯 所以老佳能EF是用不了 但是呢 微单 微单的那像那个 EOS R什么的 他的法兰锯比那个更小 所以他就可以转接上 哎 然后这个头呢 我就插到了这个EOS R上边 昨天呢 哎 咱就拍了一堆好玩的 所以他的光学素养怎么样呢 我待会给您上个小样片 哎 您看看 哎 特别穿越感 70岁的老镜头 插到这个可能还不到10岁的机身上 就这感觉 哎 这个镜头 这个对焦环是新做的润滑 丝滑手感 我就发现他们那个 好多评测镜头的 哎 就经常来说一句 哎呀 这个手动镜头 这个手感多滑 你想要什么手感 你就上什么润滑油 这就是润滑油 行 呃 这事儿就说这么多 好 咱马上上样片 这就是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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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滑油 这就是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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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点赞收藏 这事儿呢 哎 咱也得求您帮个忙 是吧 点个赞 呃 我琢磨以后啊 如果是您那是有什么接地气的小玩意儿 我之前有人跟我说过 你们要不要做推广 呃 不知道告诉大家 也就当一推荐了 行吧 呃 好 如果您要是喜欢咱这风格呢 我也琢磨着 你说这个2024年呢 除了聊点照相机 哎 我还能干点什么呢 哎 我不是这样 呃 你也洗 你也了解我这人 是吧 咱也不